大家好 大家可以叫我Steve就可以 我剛剛聽Jamie講其實非常有感 因為早上的時候 我做了一個Interview 然後這個Interview 是我們公司的一個事業部門 然後他Interview那個是Engineer 就是這個我們講 在我們公司是一個部門的一個主管 然後我就問他說 我就請教他說 在你的這個 作為一個管理者的生涯裡面 面臨最大的 曾經面臨過最大的挑戰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他就跟我講就是說 他帶領的這些工程師團隊 裡面有一個人其實患有一個 就是後來他發覺患有一個 比較嚴重的這個憂鬱症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怎麼知道他患有這個憂鬱症 他就跟我講就是說 因為工程師都有一個特性 在職埃發展的過程裡面 不斷的要面臨很多新的科技跟技術 而面臨這種科技跟技術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很健康良好的心態 去我們講說接受它 先理解它接受它 然後再去學習它 我覺得這個過程其實對很多 很多我們講說在公司裡面的這個同仁來講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像今天講的 富能這件事情 我其實就超有感的 就是富能 如果從公司的角度來看 很可能會希望 每個人其實能夠不斷地學習新的知識 學習新的 我們想說這個技能好了 其實是好像理所當然而 可是有時候要去同理同仁 在這個富能的過程裡面 能不能夠實際地去運用這個新的技術 而且是很開心的 願意地去運用這個新的技術 然後來提升他自己 然後進而能夠跟公司的目標做一個結合 我自己覺得這個是對一個公司成長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以我們 以KK 我們自己都叫KK啦 雖然名字比較長 都叫KK Company 可是我們都自己講 講我們自己叫KK 就是說以KK來講 我們大概在三四年前吧 我們就把公司的HR部門改名 就叫People Team 也就是說 怎麼以人為導向的 能夠讓在這個工作環境裡面 去發展的同仁 都能夠視信視財視所地去發展它 讓我們在面對這個公司 非常多的挑戰的同時 它自己也能夠提升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幾個企業發展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KK本身其實已經是一個在台灣 我們常講說已經是一個非常資深的 軟體網路公司 其實從2000年到現在已經20幾年的公司了 然後20幾年其實在軟體或者Internet這個產業裡面 其實是一個很 我們講說很老的公司了 那我們怎麼讓這個公司能夠在這20幾年的過程裡面 不斷地還能夠持續地發展跟創新 人就變成其實是最關鍵的 因應這個技術整個產業技術的發展 其實這個也都是非常關鍵的 我常舉一個例子 在我們只有20幾個人的時候 我記得我加入公司是在2003年的時候 公司只有20幾個人 公司平均年紀 同仁年紀大概30歲 現在公司大概500多個人 平均年紀增加一點點 那31還32 代表說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你有因應公司目標設定的目標 你有因應整個團隊的成長 有做了一些周全的一些想法跟考量 在企業的迭代發展裡面 其實對我們來講 最常從一個20幾個人的公司 是發展到500多個人的一個軟體網路公司 其實我們從公司的角度來講 通常在這三件事情上面 是我們要積極去面對的 也就是說當我們從台灣開始做 我們的第一個產品跟服務的時候 那我們如何能夠把台灣市場做好 做好了以後呢 我們要進入哪個市場 我們要進入海外市場的時候 我們要選擇 中國大陸的市場 我們要選擇 日本的市場 還是歐美的市場 其實企業不斷的 在這個部分 都在做這些選擇 而當我們選定了 一個特定的市場之後 我們就要發展 能夠適合於這個市場上面 去拓展的人才 我們也常常在思考的就是說 不斷的 剛剛Jamie也提到 不斷的有技術的迭代 那在這迭代的過程裡面 我們到底要接受 或者是說 積極的投入在哪一些技術領域 然後持續的去發展公司的產品跟服務 然後更重要的是 當我們從一個二十幾個人的公司 可能站起來 可以看到公司所有的同仁 然後你可能跟他講幾句話 就溝通就結束了 到變成一個五百六百 將來可能變成一千兩千人的公司的時候 你關於組織的管理 組織的發展 你的管理架構 你的公司的治理的原則 然後你在所謂 甚至可能我們在二十幾個人的時候 我們根本公司就是一個人 take care所有的所謂薪資 然後行政管理作業 可是當我們到五百多個人的時候 你就不得不重視公司要有 這個HRBPM 你就不得不重視公司 要重視LMDR 你不得不重視公司裡面 針對個人 你要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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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說 人才識性的這個發展 你就 不斷地去重視這些東西 所以 從 KK的發展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一直在這個過程裡面 透過整個公司的發展 不斷地在想說 人才 隨著公司規模越來越大 人才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把人放在最好 或者是最對的位置上 然後給予他需要的資源跟支持 跟養成跟訓練 我想這個是其實從 我自己是挺有感的在這個 這個過程裡面 一路走過來 有非常多的挑戰 其實是要面對的 像在200 405年 其實我們剛開始做KKBOX 那個時候公司大概就有三十幾個人 然後 我們就 看到了一個市場的大的趨勢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一件事情 就覺得說 我們想要在台灣做 訂閱式平台的一個服務 所以呢 我們就做了KKBOX 就全世界第一個 所謂這個 所謂 這個online的這個 Fully on demand 也就是說你隨隨隨聽的 這個音樂服務 當我們選定了這個目標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積極的 就是說 以 那個時候串流 還 就是streaming 現在大家都耳熟能詳 可是在2004年的時候 其實在市場上 大家都還不熟悉串流這個東西 然後 所有的 我們講說 歌曲啊 我們作為一個平台嘛 我們要跟唱片公司簽約 那裡面也有非常多的歌 我們要把歌要放在這個 server裡面 所以呢 我們就在電信公司裡面去住ITC 他住有很多的機房 然後 就要去 就是 你要開發一個軟體嘛 你需要有前端後端 你需要有做architectural的 然後你要有董管機房的人 所以你的團隊就從二十幾個人 慢慢慢慢的發展 變成六十幾個人 七十幾個人 然後我們 當我們剛剛講的市場的選擇 我們選擇台灣做了以後 我們拓展到香港 拓展到新加坡 那我們的人呢 其實就從六七十個人 長到一百多個人 長到兩百個人 然後我們 我們 就開始 積極的找 這個 跟streaming technology有關的 就跟串流技術有關的 然後當你的會員長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呢 我們就在想說 那你光聽歌 聽歌而已 就沒有什麼 了不起啊 你就是 就是 點了就聽嘛 可是我們就想說 我們是不是在我們的服務裡面 做一個推薦系統 也就是說 當我知道這個用戶 聽這個歌 喜歡聽這個歌的時候 我能不能推薦他 聽其他他喜歡的歌 所以我們就在 所謂的這個 data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就非常非常的關注 也就是說 我們理解用戶的聽歌行為 然後 能夠在我們的歌曲庫裡面 選出適合的音樂 來給用戶這件事情 我們就開始就是積極的推這個服務 那因為公司推這個服務 所以我們就需要去招募更多了解 data的人 所以我們大概在2007、08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招募這個 有關於data這方面的人才 所以隨著企業的發展 我們對人才的需求 都從需要串流的人才 然後衍生到需要data的人才 然後我們因為市場從台灣做到香港 下一步我們拓展到日本市場 所以我們在2001年的時候 我們接受了日本的第二大電信公司 KDDI的投資 所以我們就進入了日本市場 然後開始提供相關的軟體跟技術 那我們在日本市場做的跟台灣不一樣 是台灣我們直接做B2C 所以我們有一個我們自己的 大家比較知道的品牌 KKBOX 可是我們在日本呢 其實要做自由品牌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們就轉型協助日本的企業 做它的這個我們講 有一點叫做ODM 我們就做貼牌服務 所以我們的business model 就從B2C進入日本市場之後 我們就轉成又做了B2B 所以我們日本的客戶 全部都是所謂 不是終端的B2C的客戶 而是B2B的客戶 在組織裡面你需要的 我們講說從BD sales一直到開發人員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需要的職能可能也是不一樣 舉個例子 就是說做B2B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的是你要準時交付 要準時交付的時候 在工程上面 我們可能是要用Waterfall的方式 來做這個工程的這個 我們講專案的管理 可是我們在做B2C的時候 其實大家講講敏捷開發 我就先開發 我們用Scrum的方式做 然後很快速的去交付 然後慢慢再修 所以在公司裡面就會造成 因為不同的這個市場的選擇 不同的技術的引進 加上我們不同的這個 我們講說有專職技能的人 加入到公司以來以後 公司就產生了非常多的 我們講說這個 內部來講有時候講說挑戰也好 衝突也好 或者是這個叫做融合也好 就必須要去面臨這些 這些相關的挑戰跟問題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部分 公司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做有關的這個 一些我剛剛講的相關的調整 今天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這個部分 我就不再今天去分享 有關於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組織發展的過程裡面 到底面臨了哪些挑戰 然後我們又做了哪些事情 那因為我們做了這個音樂的 透過音樂的Data 然後做了日本的市場 然後又做了B2B的生意之後 我們又擴大 因為都在處理Data 音跟影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2015、2016年的時候 我們就跨入了Video這一塊 所以我們幫日本客戶提供 大家平常其實都有在看 像Netflix或Disney Plus 我們就是幫日本的客戶 做所謂的完整的整個影音的平台 也就是說 它後端的所有的相關技術平台 全部由我們來建置 但是品牌是它的 裡面的內容它自己去談 我們就在日本開始提供了 Video相關的服務 而這個部分在2015、2016年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開始提供 而這個時候其實AI這個名詞 其實在我們的 我們講說軟體開發圈裡面 已經慢慢慢慢的就是說 這個名詞已經出來了 而不是到了2022年 OpenAI橫空出世 大家才意識到說 原來AI是一個新的技術 其實可能在六、七年前 AI這個領域其實 我們就已經比較深的涉入 而這個東西會對我們產生 對公司產生的影響是什麼 那這件事情跟負能有什麼關係 當初我們在做音樂的推薦的時候 其實你只是對 User的行為做一些了解 然後我們到歌庫裡面去挑一些歌 然後推薦給用戶 可是到了我們做多媒體這一塊的時候 它的對Data的理解跟了解 就是完全不一樣 對Data的理解就是每一個影片 可能一秒 每一秒可能30到60個frame 然後每一個frame 因為大家如果在看Netflix 或者是像Dissing Plus的時候 你通常就點了滿 那你就看 可是它後台的狀態是 當一個影片要放到這個平台上的時候 它要被先壓縮 然後你跟任何用戶點的時候 在播的時候要解壓縮 在壓縮跟解壓縮的過程裡面 你對Data的動態跟它的那個掌握 其實你就每一個frame 每一個frame你要把它給拆開 然後對裡面去掌握裡面所有的細節 透過這些細節的掌握 然後AI就是說你把這些東西 你再去做所謂的客戶藥的貼標 那貼標完了以後 你就能夠針對客戶的應用場景去產生出來 所以你對於所謂Data的產制跟應用的部分 其實在多媒體這一塊 是有一個比較更往前的一個方式在推展 那對公司來講 我們就面臨了一個狀況說 我們需要更多專業的人才 是跟所謂Data分析跟AI有關 而且跟應用層有關 有domain know-how的人 需要加入到公司裡面來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開始引進 不管是跟台灣 跟包括在台灣的一些公司 或者是國際的公司 類似像微軟 這個openAI這些公司 我們也就開始非常積極地去做這個合作 所以我們從2016年開始做AI多媒體 然後到2024年 開始我們今年到年底 也會有一個新的產品的發表 是跟運用AI的技術方面有關的 而這一塊 等一下 不會動 我認為這張影片是投影片 是我覺得 我在準備投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這張我認為是 面對所謂AI科技最重要的一張投影片 也就是說 可能大家要理解 就是說當我們 我們 公司也好 或者是個人也好 在迎接整個AI浪潮的時候 應該要理解的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 主權AI的這個浪潮下 政府也好 企業也好 企業也好 個人也好 你的資產會有新的價值 舉個例子 以前我們自己的聲音 可能就是我們不是歌手 所以我們自己的聲音可能只能來做 如果是在公司裡面很可能就是 講講話 如果有機會來做一些分享 你可能就在公共場合講一講話 但是在主權AI的狀態下 每個人的聲音都有可能被做不同的利用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去用過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軟體 你其實把你的聲音錄進去之後 你可以讓你的聲音做好多事情 你可以去念有聲書 你甚至可以去把你的聲音用去唱歌 你甚至把你的聲音可以拿去做非常非常多的用途 在政府 在企業其實也是 就像 舉例就是說 像天下雜誌 其實它有非常非常豐富的 過往到現在累積的數十年的資料庫 而這些資料庫 最早期以文本呈現 後期以影音呈現 那接下來 其實它會用影音的方式去呈現 而影音的方式去呈現 它會為用戶創造出不同的價值出來 我想這個部分 其實不同的企業 包括政府或個人 其實在所謂主權AI的發展的浪潮之下 其實它們會 我想 如何的去被運用跟管理 其實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昨天的新聞 就是說歐盟通過了人工智慧法案 然後裡面對於AI的系統 其實就有談到就是說 把這個所謂風險的程度去控管 分成四個系統 第一個就是風險很低的 像垃圾郵件他們就認為風險很低 第二個他們認為說有一些風險的 打比方CHAP GPT 所以公司裡面可能要設定一些制度去管理CHAP GPT 第三個其實是他們認為是高風險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新聞 高風險裡面他們認為有70%以上 是跟公司的人資有關 也就是說跟公司裡面個人的資料方面 其實是有相當大的關係的 AI有它用的好處 但是大家理解AI最重要的兩件事情 就是透過技術分析什麼 分析你的生物特徵 還有分析你的情緒 這個其實是AI將來在應用上面 最重要的兩件事情 而對生物特徵的分析 對情緒的分析 它的管理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想這個是在主權浪潮之下 我們在做提升同仁富能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也要非常去理解 或者是注意的地方 第二個是個人跟企業的know how的累積方式 會有新的方式 會產生改變 第三個是組織內外部的溝通方式 也會有新的面貌 我舉個例子 就是過往以我們來講 我們可能說公司裡面需要有開發的團結 然後做完以後呢 我們需要有所謂的QA團隊去做測試 所以公司裡面就必須要有QA的團隊 但是現在所有的QA的事情 你可能都可以透過所謂的AI系統來做 那你透過AI系統來做的時候 原來在做QA團隊的這群同仁 你要如何協助他們 在接受AI的科技的過程裡面 能夠讓他們做好適當的 我們講說改變也好 轉變也好 這個東西就會變得非常重要 以在QA團隊來講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影響非常巨大 就是我們從做streaming 然後一直做AI多媒體 一直到進入主權AI的這個時代的過程裡面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在發生 也就是原來在地端的東西變到雲端去了 早期KKBOX全部都在機房 我們在三年前把它全部migrate到雲端去 也就是說migrate到雲端機房 而這個時候公司裡面會面臨的挑戰也就是說 原來在管機房的這群同事 你要怎麼協助他們透過雲端技術的改變 他們如何能夠改變他們自己的本職能 然後去能夠因應公司的發展 然後能夠做更多的 我們講就是說 隨著公司的改變跟成長 他們自己本身也能夠做更多的事情 我想這個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迎接整個AI浪潮的時候 我自己是認為企業也好 個人也好 應該要理解到這三件事情 其實會產生大的影響 所以在企業的溝通場景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多元 這裡面就包括了像 新人的培訓的課程 公司內部的知識庫的管理 線上會議的連結 然後同仁的進修課程 教育訓練課程 那是不是要去考相關的證照 像我們原來負責做機房管理的同仁 我們就協助他們去考雲端的證照 不管是AWS也好 A9也好 或者是GCP也好 我們就會協助他們 在本職能上面去做改變 去做提升 然後不會隨著這個 所謂新技術的浪潮 而在工作執掌上面被淘汰 像公司裡面的會議 那線上會議的檔案的管理 這些 我覺得這個整個的 我們講實際企業的運作的 溝通的場景 其實是會做很大的一個改變的 然後大家也都知道 會議非常冗長 然後其實很多東西其實很難消化 那你怎麼透過這些AI的技術 然後能夠去做這些資訊化的 這些相關的一些整理 我想這個也都是 AI世代來了之後 如何協助在公司裡面的同仁 能夠在接受這個技術的過程裡面 也不斷的能夠透過系統優化 協助同仁去做相關的一個改變 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何打造在企業裡面 打造個人化的資訊的一個渠道 那這個管道 這個在整個AI裡面 其實大家常常會有就是說 現在也非常多的軟體跟工具 大家開完會 那開完會之後 馬上AI就幫你生出會議紀錄 然後馬上就幫你生出會議的影像 幫你recap裡面所有的相關的資訊 那我想這個其實是 在面對這整個的過程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在這裡面就是像會議內容 自動會入分析 生成會議紀錄這些 我想在座的很多人 其實應該都有在運用相關的 這個AI的相關的軟體跟系統 而我們其實也 我們自己或我們的客戶 也常常都會面臨就是 人員流動率其實越來越高 因為其實越年輕的人 流動率越高 所以新進同仁的訓練其實非常的耗時 而且成本其實也非常的高 那如何能夠運用這個AI相關的技術 然後能夠讓企業在這個部分的成本 能夠逐漸的降低 我想這個也是善用工具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那最後就是說 如何在公司裡面 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 隨著對於個人資料的相關的 AI的發展 隨著個人資料的保護 那如何能夠 從公司的立場 有一個一站式管理的 學習的一個平台 而且你對於同仁的發展 都能夠有非常清楚的一個掌握 那對於同仁跟公司目標的結合 也能夠有非常清楚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最後也就是如何輕鬆的 從大量公司資料中精準的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舉一個非常小的例子 就是我們前陣子也幫台北市的教育局做一個東西 也就是說 他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現在越來越多人其實影像化 這個已經是一個大趨勢 所以所有的教育課程裡面 很多可能都是影像的東西 那你把這個影像的東西 放在一個平台上 學生回家的時候 我今天在學校聽老師講 講說我想要知道為什麼太陽的光 其實是白色的 或者是說蘋果為什麼是紅色的 當你想要知道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是在透過這個平台 你輸入你跟他的對話 他就會告訴你說 可能這個他就會從裡面 摘選出來跟光的折射有關的所有影片資料 那如何能夠從裡面萃取出來 從打比方說這個是一個五分鐘的片子 但你從三分十五秒的時候 你會知道他開始在講光的折射 那你就馬上即時的很精準的提供這些 相關的資訊給用戶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最後其實在我們來講 我們其實也在公司裡面提供相關的服務 就是AI跟客服的這個部分 那今天因為時間有限我就也在這個部分 也就分享給大家參考 就是說如何能夠從語音資料複雜性高 做結構化 然後資料存取成本能夠比較高 然後能夠降低相關的成本 那因為AI職能的成長工具相關 如何因為人力的成本的高升 如何透過這些職能工具 然後解決人才短缺的問題 然後如何能夠透過對於這個 AI工具相關的一些管理 能夠讓這個事情能夠發揮得更好 我想這個其實在我們客戶的服務上面 我們也做了這些相關的東西 最後我其實就是說時間沒有很長 但我就是分享一下以KK來講 從一個小公司變成一個大公司 然後我們的同仁如何從公司發展的過程裡面 引起不同的技術 然後如何公司調整 同仁也能夠公司協助同仁 能夠在面對這個新的技術的時候 能夠在理解這個技術的應用 然後理解公司的商業模式 然後能夠配合組織在做的 相關的管理的一些改變 然後也能夠讓人才識所的來發揮 能夠透過新的技術 給予自己有更多的能量 然後來發展他自己 然後協助公司發展 我想就做非常短的一個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Steve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很可惜沒有辦法 有這個提問的環節 但我想等一下Steve可能也還在現場 我們在查些的時候 有機會我想貴賓也可以 再跟Steve這邊多做一些交流 謝謝 謝謝謝謝